321东航MU5735航空系的飞行事故发生之后 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民航航空工业的有关规定 中国民航空局启动了事故技术调查工作 在4月20号对外公布事故调查的初步报告和情况通报 目前我们事故调查部门正在严格按照调查程序 仍在持续深入开展残骸及资料证据的检查和飞行数据的分析 和实验验证等相关工作 后续随着调查工作的推进 民航局将依法依规 及时准确地发布事故技术调查的情况进展和相关信息